大家好,今天我要做一个小小的开箱 今天的开箱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去年双十一的时候在淘宝淘的一些小小战利品 好了,这一次的开箱主要都是居家用品 还有就是烤拉的东西 好了,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开箱吧 哇,这个是我最期待的 这个呢,是电烤炉 它是小熊萌家店的电烤炉 这是什么?哦! 这是它附送的那个锡油纸 哇,很有铲子耶 这个电烤炉呢,它的颜值真是爆表 它的那个绿色 非常有Instagram风的绿色 然后它不只是可以做BBQ烧烤 它也是可以当成是吃火锅 它有一个火锅的pot,就是它的盖 然后呢,这边就是可以拿来做烤烤 这个用的是充电的 所以它给的电线还蛮不错 蛮长的 就是你充电了过后,你等它热 据说呢,它是很快就可以热了 因为我还没有用过 所以我不能跟大家分享它 到底好不好用,实不实用 不过,我看了它的频率是蛮实用的 这一套电烤炉呢 是可以打让五到六个人使用 外一点还有附送很多东西 这个应该是拿来 如果你要做烧烤的话 你就要浮一点butter 或者是油 在这里 整个看起来还蛮实用的耶 就很solid 不会说那种好像 用几次就要拿进去换人手的感觉 这个它还有给一次性的手套 两包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开关 很容易使用 开关就是小火大火 然后看你是要用火锅 还是要用烤盘 你看它的颜色是不是很漂亮 这个我等我到时候用了 过后再跟大家做一个review 接下来呢 我又买了一个 304不住缸的 这个鸳鸯锅 这个呢 在那边有什么日子 跟朋友一起聚餐的时候 就可以用到 派上用场 吓 吓到我 我以为他忘记给我那个饼 原来是自己要安装 原来是自己要安装 然后 有给了这个小子 可以了两个小子 哇还蛮大的 很像我们在那种 吃火锅的那种 餐厅用的那个炉 鸥鸯饼 就是一边你可以放糖 或者麻辣一边你就放清糖 哇 好耶 到时候朋友去餐 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整个质量还蛮不错的 现在我们开这个 其实我都已经忘记我自己买什么了 因为真的是撕得太久了 这次那个海韵 足足用了两个多月才收到那个锅 这个书本呢 是Kira的 这本书呢 里面是菜园里有什么好吃的 自己看来给大家看 他这一套呢 是他有两本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这绘本都是跟蔬菜有关系的 所以一方面呢 可以让他知道什么蔬菜 中文的名字 还有就是可以让他提高对吃蔬菜的兴趣 就是多吃蔬菜 哦 他有分四个 就是分成两套 这一套呢 是春天和夏天 那是春天和夏天的蔬菜有什么种类 还有一个就是秋天和冬天的蔬菜种类 哇 他的画风很可爱 还有青蛙 就要讲说从小苗开始 然后他慢慢那个植物就 蔬菜就慢慢长大 长到那个样子是怎么样的 哇 很不错很不错 后面呢 他还有给一些recipe 就是给大人还有小孩子跟着 这种说 学到那些蔬菜的名称 然后就做成一道菜 有很多不同的recipe 很不错 接下来这个 又是绘本 最后一本呢 是我之前买过的那一套 现在这一套是神奇的生命力提书 第二集 这一次呢 我就没有买第二集的整套 我只买了这个勇敢的帝奇儿 因为他对奇儿特别感兴趣 然后就买了这本书 这一套书呢 我自己本身很喜欢 因为它是3D立体的 所以你跟孩子读起来呢 它特别有趣 你看 哇 你看 你看 他给你看那个企儿 是不是很可爱呢 然后呢 他很有互动哦 你看 企儿怎么样游泳 然后 企儿爸爸 怎么样照顾他的孩子 哇 这个你看 老鹰来了 他还把它做成立体 很不错 这整个盒子 就是装了这个 数字分解尺 难怪我这一次的孕费那么贵 原来是每个这种包装 他就给我这样大的箱子 难怪那么贵 这一个分解尺 很有趣的 就是你可以让他知道那个 加法咯 好像 0加1 是1 然后你放到这里 就是 7跟0 就是7 可以是6加1 5加2 4加3 3加4 2加5 1加6 10呢 是9加1 8加2 就是他看到这个 数字分解尺呢 他就知道多少加多少 就是等那个数目 这个我觉得很棒 不错 上次买了这个 烤炉后 这个套包的东西 偶尔还行 这一次我们就买比较大的一点 上一次买的比较小 做的那个分量也比较小 这一次就买比较大的 这次买的是8寸的 鞋身加高两用火顶 两用火顶就是 你看它里面有给一个盘 当这样烤butter cake的时候 这样烤 或者是你要shiffon的时候 这样子也行 这个呢 是Sekira的东西 这个是用食物学算术 儿童算术串珠棒 串珠棒呢 是Montessori style 就是给孩子 就数那个串珠 然后就给他们的concept 就是1到10的concept 从中呢 再带入加法 价钱乘出都可以 这个包装不错 这一串它拿出来 它就知道这个10 如果是10 再给他这个 就是11 就是因为我们人在纽西兰 然后纽西兰很难找到这样子的东西 如果就算有的话价钱也很贵 所以幸亏有淘宝 可以让我们就在那边淘这些 学习上可以用到的一些道具 好 接下来这大箱 好 这个是放在梳妆台的 它组装起来呢 就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子 然后可以给你放你的化妆品啊 你的保养品 口红等等之类的东西 这两套呢 是南极人的卫生衣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那时候我买好像是 买一送一的价钱 之前我有穿过南极人的衣服 我觉得它的质量蛮不错 所以这一次我就想说 可以试一下它的卫生衣 感觉上还蛮不错的 它的质量 就预备给冬天了 这个不错耶 蛮推荐的 那这件不会贵 就是要看它这个 到时候穿起来 看看它有没有那种保暖的效果 如果南极人 这些我买它的衣服 我都觉得蛮舒服的 因为它的布料 它用那个棉很舒服 灰色也很好看 就是粉色 摸起来很舒服的感觉 你要注意的就是你在中国的网站里买东西 所以它的那个尺码呢 都会稍微比较小的 所以你买中国的那些衣服的时候呢 你就要注意一下那个尺码 然后可以跟它的那个卖家 就是沟通一下 这次我买的这个是Double XL的尺码 不是一点都不像Double XL 这个呢 是自创的磁性管道彩窗片 但我考虑了很久 因为我在想说 整个玩法到底能怎么样 让孩子提高他的想象力呢 过后我看了一些人的分享 过后我才决定 就买给烤啦 因为我觉得真的还蛮有趣的 而且它的那个柱子呢 它滚动的时候还会发出亮灯 我觉得很有趣的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玩法 不只是这样子给孩子这样子滚球 它的组装方面呢 孩子可以依照他的那个想象力 然后还有创造能力 然后就自己组装 组装了过后 就看那个柱子怎么样滚动 过后我还有看过有一些 就是外国的家长呢 他是利用这个管道 他就弄成好像sensory sensory的一些活动 比如讲说Rimbo Rice呢 他就把给孩子 用那个scoop 然后倒下去 然后就看着那个Rimbo Rice这样子滚下去 滚到下面的一个盆子里面 买的这一套呢 是125片的 就你看 你看 它的那个 这柱子呢 它就是碰到的时候 它就会发出这种散散发亮 很有趣 它的年纪还不错 就其实这个 就是 这种管道踩床片呢 不只是私创有 还有很多其他的那种牌子 可是我看了很多 比较了过后呢 我觉得私创是 它的Quality方面是 还蛮不错 然后就是价钱方面 也是还蛮合理的 还有给一个说明书 还有就是 在这个 Magnet上面呢 它有送一些 就是Random的Sticker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Sticker 连在 那个 彩床片上面 嗯 它送给我的蛮不错的 就是跟Space有关的 刚好很适合KARA 因为KARA 对Space非常有兴趣 但是我刚才讲错了 不是粘在彩床 是粘在这个 你记得它是会有 附送一个 那个透明的 Merry-Go-Round 这样子的 KARA 看到一定很喜欢 哇 哇 哇 这是我找了很久 一直要找一个 墨的Tray 墨子的Tray 就是 好像 给它把东西放在这边 就给它 进行活动的时候 进行的比较有 规划一点 就是 把东西放在这边 然后它就会 Focus 在Tray上面的东西 哇 这个Tray还不错啊 它整个墨子 完全不会 那种磨到手的感觉 这个还蛮不错的 没有想到我会再淘宝 淘这样子的东西吧 这个呢 如果没错的话 哦 这个是我的帽子 我买它是因为 我要长那种 很阔的 可以遮阳 就是 不会很晒 哇 好像很不错 很大片 可以遮太阳 这边还可以遮 因为纽西兰它的UV很高 所以出去的时候 除了要擦防晒之外 还是需要带帽子 它还有给我这个 就是勾在这里 房子那种大风吹的时候 会把你帽子吹掉 那还不错 接下来整个孕费这么贵 就是因为 在淘宝买了太多太多的书本 这本呢 是 就是 就是 parenting的书 就是 教父母怎么样跟孩子沟通 就是 如何说孩子才会听 怎么听孩子才肯说 这之前我看到有很多那些 就是 教育家呢 他们推荐这本书 所以想说 买来看 不妨吧 可以增加一些 就是 跟孩子沟通的那些 知识 这个卖家呢 我是蛮喜欢的 因为它的书本 全部quality so far 到现在 我买了那么多次过后 都觉得它的quality很好 这个 我的爸爸叫 教你 这个我买平面的 平面版的 绘本 这本书呢 是 亲情 就是父亲跟孩子的 就是 父子的关系的书 然后还有买了一些科普书 因为 Kera呢 对太空很有兴趣 我们在这里的图书馆 借了很多 就是英文版本的 Space的书 给她 所以我想说 可以应该学一些 就是中文的一些 一些词汇 还有一些字 所以就在淘导她的这本 我们的太空 哇 这是一个 地球 然后 就可以把它弄成一个地球的地 然后它就会转 然后里面呢 还有很多那种 就是 可以互动的那种 所以可以变的 我很喜欢耶 连我自己都很喜欢这本书 彩虹 跟你讲彩虹是怎么样 平成的 这块地很好耶 就是一个 小小孩的Encycopedia 这本呢 我们的身体 就是它会将 男孩跟女孩的分别 在哪里 还有这个 就是 baby 在妈妈肚子里面的 那个羊水 然后妈妈怀孕的时候 baby在里面 生命的开始 这个很有趣耶 还有这个手指啊 骨头啊 就是 人体的器官 等等 就是 小企鹅观察力 培养绘本 之前看到一个妈妈 小企鹅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企鹅 会找非常有趣 它可以训练孩子的 针注力 观察力 因为呢 它绘本里面 就很多很多的企鹅 然后呢 它会跟你讲 诶 要找谁 比如讲这本呢 小企鹅玩游乐园呢 它会跟你讲 大哥带什么颜色的围巾 二哥带什么颜色的围巾 三个小色 还有 最小的点点 带什么颜色的围巾 然后呢 就一页一翻的时候 你就去找 大哥 二哥三哥 四个跟小弟 另外一本呢 就是 小企鹅逛百货商店 这是 五位太郎 这作家的这套语言表达的系列 这是名词 这是 动词 这是 形容词 这是 打比方 我喜欢 这个我喜欢 因为可以增加孩子的词汇 就是中文的词汇 还有它是简体的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 它的英文应该是叫做 Taro Gomi 它的画风很特别 有时候我觉得有点搞笑 然后有时候又有一点抽香 我很喜欢它的那个画人的那种风格 这个呢 是 乌鸦面包店 但是之前我看到我的同事 他 在Facebook分享 过后我就觉得很有趣耶 这个 就当面包店 乌鸦在面包店 你看他们 就是一起弄那个面包 然后 它面包画得很 很逼真耶 哇 你看它又有那种 不同 面包 然后它给 那些面包 不同面包 给它们 名称 这本我还没看过 可是我觉得 应该是 就是 跟乌鸦做面包有关系的吧 它的作者是谁呢 这也是日本翻译过来的 这好像应该是叙述 就是讲 一个家里就是做家务 跟做家务有关系的吧 就是一个家庭里面 是不是应该是妈妈 负责做文全部家务呢 还是全部人都要分工 一起负责所有家里 上上下下全东西呢 大家一起合作都一起做家务 这本 这个圆钉 的Garden啊 这次我买的那些绘本呢 全部都是金装版本 除了这个 我的爸爸叫叫你 我也忘记了 为什么这个我会买到 瓶装版 没关系 还有这种表现要的 不知道是不懂什么的 发夹 这发夹呢 上一次我已经买过了 可是每次我的发夹呢 都用不超过半年 超了两个做spare 第二个最出名就是它的 这个 finger paint 我想要买很久了 虽然New Zealand有卖 那个crayola的finger paint 可是我觉得这个它 就是颜色也比较多 然后 也比较便宜 对了 重点是比较便宜 然后反正它也是 安全 and washable 所以我就在淘宝淘了这个 它有八个颜色 然后有附送这些brush 这个又买了一个发夹 我到底有多少头发 怎么买了这么多发夹 我也不知道 这个我忘了什么 啊 这个是赛根板 梦式玩具 赛根板 然后 一个位跟实位 然后它可以移动 这就叫做赛根板 嗯 它的质量也是不错 就我还以为 就是它价钱可能比较便宜 然后可能 它的木屋方面呢 就会有那种 木屑 厕所的那种 就是不会 这个是什么 这个呢 嗯 就是去年很流行的 纳米椒 就是 就是 好像是 就是你把它贴在什么地方 它都不会 流行 听说啦 它是不会流行 等我用了 不过再跟大家 分享 好 这里看到最后一样了 啊 这个就是Kera的帽子 因为它即将要上 推出了 幼儿园了 然后我就想 它也应该需要一个 就是那一张 的帽子 所以就上网随便 淘了这个给它 这是双用了 它可以变黑色 也可以变黄色 看起来快点蛮不错的 好啦 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你对什么东西是有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在我的YouTube下面留言哦 好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哦 下次见 拜拜